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9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花莲县约有一公顷的玉米田 而农改场是观察到几乎都受到秋行军虫危害 那么经过试验发现,赤眼卵的寄生风是有助于抑制秋行军虫的密度 但是呢,这个养风的速度仍待改善 那么农民就期待能够有好的治疗方法来早日全面实行 赤眼卵寄生风目前由台糖公司花冬区处养殖生产 为了协助台糖公司改善现有的生产赤眼卵寄生风耗费人力的情况 中华文化大学森林系助理教授谢嘉宏和花林区农业改良厂农机研究室合作 开发赤眼卵寄生风生产过程所需要的自动化机械 加强生产效率以及量能,协助农民防治秋行军虫 谢嘉宏表示,赤眼卵寄生风原本是用来防治玉米抹的天敌 经过试验发现,本土的赤眼卵寄生风确实有成功寄生在秋行虫的卵 浮华之后,寄生风幼虫会将秋行虫的卵内物质吃掉 让秋行军虫无法发育,从源头达到生物防治的效果 那我们其实这个合作已经合作了四年之久了 那因为他们全台湾目前只有只剩下台糖在生产吃眼卵寄生风 可是他们在饲养技术上就是比较老旧的方式 所以那能力减少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瓶颈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从他们很久没有补充种源 因为可能会被寻化弱化 那我们就去从天一面开始去调查种类,然后找到种源 然后去帮我们做补充的一个种源的一个补充 那让它恢复所谓的野性,寄生性那个效果 那再来就是发现到说他们的待用技术在量产方面 其实有一些就是方法比较老旧会比较没效益 人力不多的时候无法生产 那我们就是这几年就是一直在辅导他们就是 帮他们就是在做所谓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 那种天敌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整套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前置的一个待用技术已经研发差不多 那后续的一些包括风片自动化生产 跟甚至以后要支援所有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空投方式 都是目前我们已经研发中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是希望说这几年就可以把这东西整个出来 那可以防治玉米之外可以对秋行军虫有可以有效的一个防治 防检局植物防疫组科长欧阳伟表示 目前为秋行军虫紧急防疫第二阶段 发生疫情前区政府补助药剂和第一次工资以控制疫情 陆续攀点进入第三阶段由农民自主管理 华典区农业改良厂助理研究员林里表示 目前国际上防治秋行军虫最常用使用最有效率方式就是使用化学药剂 但对有机或友善种植玉米的农户来说 药剂选择少 目前大多是使用树立菌 双方农民成功夫表示 他种有机玉米20年了 去年在玉米田间发现秋行军虫开始肆虐 今年更是变本加厉 不但从小颗玉米开始吃 连玉米碎也吃掉 过去一公顷地可以收五公顷水果玉米行销各地 自从出现秋行军虫之后损失一半以上 他希望政府能够协助有最好的防治方法 不会毒害植物影响收成 记得继续关于我们下期再见